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 我是主持人子萱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加州寄宿学校举行户外课程 以保持社交距离的新闻 今年夏天 南加州一所小型寄宿学校的学生们收到了一套不同寻常的指示 秋季回到校园时 戴上便携式椅子 太阳帽 还有防晒霜 准备上户外课 以防止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 在户外上课只是米德兰准备在秋季让大约85名学生重返校园的一种方式 学校希望在所有学生返校之前都可以进行检测 并要求他们在抵达校区之前尽可能多地进行隔离 该校校长克里斯托夫·巴恩斯表示 这非常令人兴奋 也非常令人畏惧 但他发挥了我们的优势 立足于实际 在校外教学 与学生有经验的接触 接受具有挑战性的时刻 并将其融入课程和学生体验中 巴恩斯最初预计学生们将在8月底重返校园 但由于加州州长纽森禁止圣巴巴拉等病例增加的县开办学校 巴恩斯将米德兰的开学日期推迟到了9月中旬 纽森说 一旦该县连续14天脱离监测名单 学校就可以面对面教学 巴恩斯准备进一步推迟学期或者在必要时开设在线课程 但是他说 他希望病毒感染数量减少 继而圣巴巴拉将从观察名单上删除 洛杉矶和圣地亚哥联合学区 以加州新冠病毒感染率急剧上升为由 在7月13日宣布 计划在8月恢复在线教学 不像美国的许多学校有走读生和寄宿生 米德兰所有的学生和超过一半的教员都住在校园里 学生们将被要求在12月寒假前不要离开校园 因为学校已经取消了10月的假期 家长们可以在校园里看孩子或者散步 下面来关注一下守望者和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 领袍艾美奖电视类提名的新闻 7月28日 HBO反乌托邦超级英雄剧 守望者和喜剧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领袍艾美奖提名 艾美奖是电视界的最高奖项 守望者获得26项提名 包括最佳限定剧 亚马逊工作室的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 获得20项提名 其中瑞秋布罗斯纳汉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 Netflix以160项提名领袍各大电视网 HBO以107项提名紧随其后 最佳剧情类剧集提名包括 接班 奥扎克 王冠 曼达洛人 风骚律师 杀死夏娃 怪奇物语 还有石女的故事 艾美奖颁奖典礼将于9月20日举行 几乎所有获得艾美奖提名的剧集 都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 导致好莱坞停工之前完成拍摄的 下面来关注一下洛市市长宣布 LAPD成立社区安全合作局的新闻 洛杉矶市市长贾希提7月27日傍晚宣布 洛杉矶市警局LAPD内部即将成立一个全新的机构 社区安全合作局 该机构的成立标志着洛市警局维持治安的方式 将产生重大转变 预计将会增加社区安全计划 并且减少拦截 开罚以及逮捕等最终手段 该举措获得了洛市警局局长摩尔 以及多位市议员的支持 洛市警局发表声明表示 洛市警局了解到该部门在全国性警察改革声浪中 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致力于对先前的失误进行反思 同时渴望朝新的方向进行变革 加大洛杉矶分校UCLA 罗斯金公共事务学院 已经对社区安全合作计划 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评估 通过数据收集和分析发现 该模型可以在警察和社区居民之间建立信任 并且可以有效地解决许多问题 分析结果报告指出 随着居民与洛市警局之间的信任增加 评估研究表明 居民更会在遇到问题时选择与警方接触 该报告还指出 这一做法有助于提高安全感 并体现在暴力犯罪的减少 今年6月初 甲西提已经宣布 不会增加落势警局的预算 几周过后 市议会同意将警局预算 删减超过1.33亿美元 削减加班费 并且将该机构的规模 缩减到1万名员工以下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约翰尼德普诽谤案的新闻 希尔德说 约翰尼德普的诽谤案非常痛苦 演员艾梅伯·希尔德在7月28日表示 作为前夫约翰尼德普控告太阳报诽谤案的证人 他不得不分享他生活中最令人痛苦和私密的细节 这让他感到难以置信的痛苦 德普起诉新闻集团太阳报出版商 以及该报记者丹恩武顿 原因是他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 称德普为打老婆的人 希尔德在伦敦法庭外对记者表示 我没有提起这个诉讼 尽管它很重要 但我宁愿不在这里 今天是约翰尼德普诽谤指控审判的最后一天 57岁的德普和34岁的希尔德都在庭审中提供了证据 德普说他从来没有对希尔德或者其他任何女人施暴 是希尔德袭击了他 希尔德描述了多起事件 他说德普袭击了他 7月27日 希尔德的律师表示 殴打妻子的指控是真的 德普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隐君子 德普的律师大卫·什尔伯尼在闭幕词中说 德普对自己吸毒和酗酒的事情是公开的 而希尔德却对自己吸毒和酗酒的问题 以及愤怒和嫉妒轻描淡写 该案定于周二结束 但是预计不会立即做出裁决 下面来关注一下 全球航空公司对新冠病毒复苏不抱希望的新闻 全球航空公司7月28日下调了 他们对新冠病毒疫情恢复的预测 称客运量要到2024年才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比此前预期的时间长了一年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总干事兼首席执行官 亚历山大德朱纳克表示 我们估计我们应该会回到正常的时期 也就是2019年的数据 比我们之前的预测晚一年 在2023到2024年左右 航空公司协会在一份关于新冠病毒对航空旅行造成严重影响的最新报告中指出 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对病毒的遏制速度缓慢 商务旅行前景暗淡 德朱纳克说 我们仍面临非常非常困难的局面 并且说到预计会有更多的航空公司破产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表示 一些市场持续存在的旅行障碍和新的限制措施 也对短期前景构成了压力 并将2020年的乘客数量预期减少55% 高于4月份的45%的降幅 航空公司热衷于将检测作为隔离的替代方法 当被问及该行业是否准备好承担部分成本时 德朱纳克表示 这笔费用应该由政府支付 他补充说到 否则对许多乘客来说 支付检测费用可能会太贵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表示 新冠病毒在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蔓延 削弱了复苏前景 这些国家占全球航空旅行的40% 商务旅行也可能面临持续低迷 这将威胁到长途航空公司和航线的盈利能力 因为企业客户控制开支 更多的使用视频会议 而在封锁期间 视频会议已经成为常台 以上就是今天聚焦洛杉矶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主持人子萱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